那么相较于英国的反对声浪 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办法就攻打叙利亚 来达成一知一见 似乎并不令人意外 这主要是因为在安理会的两个成员国 俄罗斯和中国一直都是反对 就叙利亚问题来展开军事打击行动的 那么中国外长王毅 星期四也打了电话 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他特别强调政治解决 仍然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 不过就有许多批评人士 批评就是因为中国还有俄罗斯的反对 才会让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 肆无忌惮地对平民开火 美国之音在稍早采访了 中国外交学院的外交学系教授苏浩 谈到了为什么中国反对出兵叙利亚 叙利亚就是出现这么一种 化学武器攻击平民的这个事件 当然这个事件现在来看 它的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谁发动了攻击 目前来看 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政绩的证明 是哪一方发动的 所以目前来看 对中国来说 第一就是当然现在因为政绩不明 以此作为一个理由 来发动这个对西里亚政府的 这种武装的攻击 当然因为原因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么采取行动 显然是很草率的 受害的 其实上是当地国家的这种老百姓 当地国家的平民 所以我想真正的这个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问题 最好的方式 国际社会应该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么一种氛围 国际氛围 那有据于这个国家 以他自己的这么一种人民 和他自己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势力 能帮助他们 寻求到一种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解决一下 是 那么苏教授我们实际上也知道 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内战冲突 已经长达了两年了 可是好像看来两年多来 各界用对话的方式并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您觉得最好解决叙利亚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那么目前来看叙利亚的危机 之所以能够持续维持下去呢 可能一个重要的隐所 还是一些各种复杂的隐所所导致的 也不仅仅只是叙利亚内部的这种 之间的这么的矛盾 那么可能也导致 可能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所受的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所以在这种比较复杂的状况之下 那么冒然的以一种军事手段 外部干涉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的话 显然可能不见得能够真正有助于 长期的去的国内这种 不同政治势力或者人民之间这么的和解 那么对中国来说呢 我想可能我们还是希望 那么一方面当然对中国来说呢 我们也一定预常地发挥一些作用 比方说也和国际社会共同发挥作用 那么在叙利亚内部的各种对立的 甚至属于战争双方的这种力量 政治势力之间呢 能够发挥一些调解的作用 对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方面啊 希望发起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 现在也遭遇了一些困难 英国方面是已经 要退出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因为国会的这个议会的这个强烈反对 那么您觉得如果美国一方单方的 拉起了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序幕的话 对美国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叙利亚的情绪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英国国会否决了这个 这样几点意义 我想可能不是包括英国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 实际上也并不支持对叙利亚的这个使用武力 而且包括美国国内 所以我想可能美国的民众据所了解 那么据报道这个新闻方面 所做的一些调查 民调方面来显示 美国民众支持战争的这种手段的 这个 这种投票率还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么西方社会内部也知道 它们过去的经验教训 那么以这种武力的方式来解决 一个国家内部的这种政治纷争 显然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所以如果美国确实一昧的 还是以武力的方式来做 这样做的话 我想肯定不会得到 不当是国际社会 甚至包括西方社会的这个民众的支持 那么这样做的结果 我想可能美国政府也会付出政治的代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美国政府确实也应该谨慎来对待这个事情